你想要升职加薪吗 那你知道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立刻加薪10%吗 这个方法就是 搬家 大家好我是Spark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 搬到公司附近去住 会帮助你提交收入的三个理由 每个人每天在去上班时 不管是自己开车 骑摩托 搭公共交通 还是走路都好 多多少少都会耗费一些时间 从家里出发到公司 那你有想过 多久的通行时间才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能的话 就应该缩短你的通行时间 到30分钟以内 但是当你为了缩短通行时间 而搬到公司附近时 往往会因为公司处在黄金地段 而增加你自己每个月租金上的负担 但是其实只要你换位思考 其实搬到离公司附近的地方 有很多的好处 主要有三个 第一变相地增加自己的时薪 很多人在计算自己的时薪时 都是直接把月薪出于每个月的总工作时长 比方说一个月工作22天 一天8个小时的话 一个月的工作时长就是176个小时 假设月薪3000的话 时薪就是17块钱 那你有没有想过把每天上下班的时间 也算进去你的工作时间呢 要知道大多数人通行的时间 都只是听听歌还是滑滑手机 是没有任何生长性的 也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途上做的事情 不会帮助你赚更多的钱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在路途中看书 听书还是看报纸 听电台新闻之类的 但这些事情还是很难直接的帮助你赚更多的钱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 把上下班的通行时间也算进去工作时间 看一看会是如何 假设每天工作8小时 从家里到公司要耗时1个小时 也就是每天来回2个小时 这样的话 你工作的时间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了25个percent 如果计算时薪的话 那就是你的时薪实际上比你想象中还要少20个percent 也就是说 不用夸张 如果你能通过搬家把通行时间 从每天2小时减少到1小时 那也就意味着你帮自己增加了约10%的时薪 第二是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当你为了你的工作而搬家的时候 你每天通行时间就会减少 这也意味着你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得更多 可以做更多自己喜欢的 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事 心情好了工作比较开心 效率也自然会提升 工作效率提升了 收入也自然的会随之提升 第三个好处是 获得老板的赏识 你想象一下 你公司里有一个员工 每天来回两个小时上下班 有一天突然决定为了工作而搬到公司附近的地方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有何感想 是我的话 我就会觉得这位员工是对这份工作更加的有心 想要定下来 而不是那种三天两头就想要跳槽的人 既然这位员工那么有心 但身为上司或者是老板也会给予这位员工更多的栽培 更多的机会 表现的机会多了 升职加薪的机会也会随之提升 有些人会觉得为了财富的增长 就要学会投资 用钱帮助自己赚更多的钱 但殊不知为了工作而搬到一个更近的地方 其实也是一种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赚更多钱的自我投资方式 当然这里也不是说 鼓励大家一定要为了工作而搬到更近的地方住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还有家庭状况都不一样 没办法一概而论 但如果你每天觉得上下班的时间很浪费 又或者是刚好换了一个工作环境 想要租房子时 不妨考虑选择一个更经典的房子 缩短每天通勤的时间 虽然房租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开销 但搬家过后获得的好处与回报 可能会比你变贵了的房租还要大 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你能够接受最长的通勤时间是多长呢 半小时一小时 还是只要钱够多再远你的愿意去 欢迎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请你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学习透过股票投资 来加快你累积财富的速度的话 欢迎你点击简介里的链接 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 我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 都会上传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影片 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是习惯用Facebook的话 记得去like我的page 然后按Cfirst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 想来救我的八卦的话 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